桃園大園大新高中的同学们 仔细检查太阳能模型车 根据现场的日照度 来进行车轮的齿轮调整 这个由汽车科与电机科同学们 所组成的太阳能模型车团队 在日前代表我国远赴澳洲 参加澳洲国际太阳能模型车挑战赛 获得竞速组世界第三的好成绩十分厉害 队员也解说他们所精心设计的太阳能模型车构造 它有点像是四驱车这样 就是给它动力马达动 然后会持续的往前跑 世界赛我们的 首先是我们的设备大升级 马达还是我们的除能装置 都可以去增强 会去增快它的速度 会让速度快很多这样 然后一样摇摆前轮 但我们这次加了摇摆后轮 因为在世界赛的赛道呢 它是一个环形追逐的 它是 赛制是当你去撞到别人的尾巴的时候 才是结束这场比赛 然后判断谁胜利这样 对所以我们做的是比较适应赛道的 赛道环境的后轮这样 然后我们的车头是有用 我们是直接让它有一个开放的空间 让它去做缓冲 然后我们用的是我们的 非常好取得的这个资料夹 所以它做型比较简单嘛 然后我们可以在车身上做一些设计 让它更流线这样 太阳的模型车是以太阳能范为动力来源的小型四驱车 因此在竞速比赛中 如何在各式天气下都能获得充足动力 以及藉由设计和调整 让四驱车可以跑得最快便十分重要 同学们也分享在制作过程中 如何不断测试与调整 才得以在国内赛海世界赛中脱颖而出 我们制作有遇到蛮多的困难 比如像是我们要实测数据 但是就是因为气候关系 我们可能五点或六点就要来学校 对来测数据 然后又会有天气状况 比如下雨啊多云啊 就会导致我们的数据不好测 所以我们测了蛮久 澳洲赛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在调整车子马达跟齿轮的 齿轮比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呢赛规不同嘛 从原本的竞速变成追逐赛 所以呢我们在车头的处理上面 会变得和从到澳洲开始 就要不停的调整 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 我们有先到比赛场地先测试 我们主要是调整 按照日照度来调整它的齿轮 让它的马达和车轮的结合 那个启动的扭矩不太一样 另外同学们也加强了英文能力 也向国际评审检说他们的设计理念 有第二缘片现场秀了一段 并表示当初在练习时 试练到连作梦都在说英文的程度 最后能通过评审们的考验 也让他相当有成就感 这写的这些数据也比赛指出 我们在台湾资料仓的数据 当我们在用700级织� spat材 在打资料仓的3.33度 然后最后流行的速度 18.76秒 在台灣的學校中找到整個學校 這是一個廣告的故事 然後是一個廣告的故事 如果我們的故事都會高 我們會把廣告的故事更加強 當我們的數據變化的時候 我們該如何調整它的齒輪比 然後如何達到更快的效率 我準備的方法是晚上練習 然後錄音的時候 在通行的時候一直聽一直聽 然後做夢的時候也一直夢 跟老師一直討論 然後一直練習給大家看 那你覺得很難練習是怎樣 我非常的緊張 我的心情非常忐忑 那你怎麼更緊張 就是很順的 平常心 平常心最重要 大型高中校長也感謝同學們的努力付出 以及社會善心人士的贊助 讓同學們能站到世界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不僅為國爭光 也為桃園爭光 我最感動的是我們的同學 自動自發 自主學習 加上我們老師的指導 來完成這個任務 然後我們也擔心 他們到澳洲用英語發表 會有一些困難跟障礙 所以我們透過不斷的練習 全校的同學也參加 專業英語的測驗 都獲得很好的成績 所以這一次的比賽 為台灣爭取世界的佳績 也代表我們大型高中 重視學生的技術 落實我們的專業的一個素養 讓學生可以在我們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也感謝我們大園地區 我們的人壽工 也贊助我們同學出國比賽的經費 給同學更多的機會 透過參加比賽 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來實際應用所學 不僅鍛鍊自己的技術 也獲得為國爭光的榮耀 讓同學們十分開心 社邦也表示未來會繼續推動 跨科整合的教育 提升學生品格 技術、合作以及國際力 記者六日請常會報導